黄紫涛2017Promise巡会演唱会准备的怎么样了 跟去年演唱会相比最大的惊喜是什么 最大的惊喜是舞台的变化跟一些新歌的加入 然后再就是可能每场都有不同的惊喜 到时候大家来了就知道 演唱会准备期间有没有比较有趣的事情 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吗 有趣的事情我一般都是特别随性 看情况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再说 除了C-POP还喜欢什么类型的音乐 你觉得音乐给你带来最大的力量是什么 就是它能支撑我 就影响我的心情 然后除了C-POP以外 就是RB的HIPPOP 如果可以和粉丝一起完成一件事情 希望是什么呢 做点公益 在时尚这块您也一直备受关注 微博上经常分享时尚穿搭 还被大家称为时尚博主 如果给大家必须推荐一件必备时尚单品会是什么 其实项链挺重要 比如说穿这件衣服你配上一个项链感觉就不一样 除了巡演还有新歌发布外 今年还有什么计划 方便跟大家透露吗 还有我自己做的两部电视剧 然后一个快速问答 六月份应该还会有一个发布 从现在来 可能六月份会有一个发布会 但是你先不说 然后我还有自己做的两部电视剧 然后一个快速问答 如果有一个月假期时间不工作 想做什么事情 旅游吧 去哪里呢 去阿里 5月22日是你的生日 自己的生日愿望是什么呢 生日愿望 C-Pod 就是让我的音乐 让各位听见我的作品得到更多的人认可 然后证明我所说的一切 大家都相信